吕勒为了救一群无辜的殉葬少女 准备将自己献给副将海天 当海天靠近吕勒的时候 吕勒却哭得梨花带地 海天不忍心便走出帐外 吕勒不明所以 海天却说他不想抢活任何人 特别是女人 他明明是心甘情愿的 你哭了 你是个好女孩 好女孩 不应该随便在他人面前脱衣服 海天一声令下 要求放了所有的女子 他的兄弟告诉他 私放殉葬少女是要被诛酒足的 海天却说所有的后果他会承担 吕勒临走前告诉海天他是一个好人 他的兄弟却以为海天喜欢上了吕勒 你以为我是为了他 你错了 我是为了我那还没出世的孩子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就当为我的孩子积点德吧 不料他的这一举动 不仅连累了自己的兄弟 也让自己的一家惨遭杀害 只有父亲躲在基隆才逃过一劫 你这个女子 你娘 你媳妇 都让你给孩子 海天只能让父亲杀了自己以死谢罪 毕竟是自己的亲身骨肉 父亲哪里舍得 两人抱在一起埋头痛苦 从这以后让人厌恶的赌徒 便走上了自立为王的道路 而这边回家的吕勒 被父亲打了一顿 但他依然死心不改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要去找自己的心上人 他向妙哥描述着爱情的美好 妙哥也有些向往 两人便来到庙里求姻缘 倒是却说他们要么有缘无缘 要么就是有缘无缘 一辈子都要吃爱情的苦 妙哥有些不乐意了 说他骗钱也要说点好听的吧 道士也是实话实说 他觉得吕勒有母仪天下的风范 他是抗城的意识 说我有母仪天下的命格 难道说他会当皇帝 吕勒想听听道士接下来的话 便让妙哥去外面等他 吕勒问道士他的真命天子会是谁 道士说他的有缘人已经出现过 吕勒还以为是云狂 急着付完钱就走了 姑娘 我还没讲完呢 这个人他是个赌徒 姑娘 妙哥在山坡上等着吕勒 一阵马蹄声传来 妙哥想看个究竟 谁知脚底打滑 妙哥从山坡上说 这天妙哥在山坡上等吕勒 忽然一阵马蹄声传来 妙哥一着急脚底打滑掉下山坡 还好路过的云狂及时出现接住了他 看着发抖的妙哥 云狂暖心地解下披风为他披好 并叮嘱他以后不要乱跑 外面很危险 妙哥看着云狂离去的背影 不由地感慨 原来 这就是新的 从这以后 妙哥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 满脑子都是云狂就自己的画面 而吕勒也经常拿着云狂的玉佩独四人 希望能快点见到他 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已经爱上了同一个人 你说 万一有一天 我们爱上同一个人 那怎么办 我一定会让给你的 你家对我有恩 我不会忘恩私利的 不要 你又来了 好不好吧 那万一我们爱上同一个人的话 我让给你咯 这样不好 好好好 谁叫你是我的好妹妹呢 只见话音刚落 扑通一声 有人掉进水里 吕勒想都没想直接跳进去救人 他游到男人的身边抓起男人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云狂吗 看着男人帅气的脸庞依然记忆犹新 他将云狂带上岸 妙哥也认出他是自己的友人人 两人都想照顾云狂 而吕勒却让他去休息 妙哥舍不得离开 询问吕勒他就是你的欣赏人吗 吕勒肯定的回答是的 等云狂醒来他一定还记得自己 妙哥顿感失落赶忙跑了出去 瞬间泪流满面 妙哥掐准时机泡着花瓣玉 这时云狂刚好来还兵书 妙哥故意起身想勾引自己的姐夫 可云狂却对他毫无兴趣 转身就走了 妙哥计划失败 于是又找机会挑拨 害得云狂和吕勒大吵一架 云狂非常郁闷 只能来到房顶借酒消愁 妙哥趁机又来勾搭云狂 毫不避讳地在云狂面前大秀舞蹈 撩得云狂心欢怒放 两人在房顶待了一夜 提前醒来的妙哥 偷偷拿走了云狂的玉佩留作证据 吕勒害怕云狂离开自己主动给他道歉 还亲自为他打了一把大刀 两人兵士前嫌和好卢出 妙哥功亏一窥心里策马奔腾 就在这时云狂的叔父来到吕家 他们打算继续推翻成国暴君的统治 不过他们兵器不够又没钱 希望得到吕家的支持 吕勒担心父亲不答应 谋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告诉家人他已经怀了云狂的孩子 妙哥惊讶不已 父亲更是火冒三丈 转身就离开了 事已至此 现在也只能为他们举办一场婚礼 这下妙哥急了 他假装上吊博得吕勒的同情心 然后再告诉吕勒 他也怀了云狂的孩子 经过上次的事 吕勒还是选择相信云狂 可当妙哥拿出云狂的玉佩 吕勒不信也得信了 吕勒只好主动退婚 让云狂和妙哥成亲 他告诉大家怀孕的是妙哥 而不是他 云狂却一无所知 满脸猛逼 云姑娘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乱说呢 他没有乱说话 是他准备要自尽成全我们 但是被我发现了 他迫不得已 才说出来的 自尽 为什么 还好君师是个明白人 既然妙哥和云狂待了一夜 他让妙哥说出云狂身上有什么特征 大家都在给妙哥撑腰 妙哥 说出来 我们给你做出 对啊妙哥 不要怕 说出来 说呀 如果你说不出来 那就证明你在撒 谎言当场被拆穿 妙哥只能羞愧地跑出去 他竟然为了几十两银子恩将仇报 举报吕家窝藏叛贼 吕勒提前得知消息 因为他是大将张吉的前女友 张吉也一直深爱着他 为了吕家的安危 吕勒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家人 等吕勒醒来的时候 母亲已经命丧黄泉 云狂也被迫离开了吕家 妙哥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 就可以拿到赏金 没想到张吉因为失去心爱的人 心情不好 根本不想搭理妙哥 妙哥离开吕家没钱又没盘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 这时的罗峰和随从也来这家吃东西 他们点了两碗牛肉面高兴地吃了钱 罗峰对一旁可怜巴巴的妙哥很是同情 于是他假装是宝 扔下铜板就走了 妙哥见他们离开 端起他们吃剩下的牛肉面就往嘴里放 你不让我吃原来是想给他吃 我有同情心可不可以啊 同情心没关系 不要有色心就好了 妙哥也发现了他们 于是又有了别的要求 罗峰将妙哥带回了客栈 妙哥洗了一个爽歪歪的热水澡 可客栈的挡板质量不好 妙哥洗澡的身影若影若现 难免让人胡思乱想 随从打句妙哥会不会以身相许来报答他们的人情 这时妙哥走出来让他们转过身 不会吧 算面都没这么准 罗峰却不敢睁开眼睛 还告诉妙哥自己是正人君子 妙哥又趁机站在他们的面前 这时随从才提醒罗峰可以看了 你穿着衣服呢 废话 难道我光着身子跟你说话 没想到妙哥脸皮这么红 他将两人赶了出去 自己霸占着他们的小磨 直到第二天随从告诉罗峰他们的钱被偷了 真的假的 你看这个 一时手头紧 借了你一些银子 我一定会还的 妙哥 妙哥 原来她叫妙哥 对了 我告诉你 这个呢 叫借 小红书 这个女人害得姐妹家破人亡 吴家可归遇上好心愿 又偷了别人的钱 如今妙哥只能街头卖以维持生命 可钱也不是这么好赚的 这是一个叫花子向她走 哪来的那些葱楼啊 在我地方上卖车 给我抢饭车 大路朝天 给我走一方 凭什么说是你的地盘 叫花子说她每天都在这里讨饭 大家都可以为她作证 妙哥无话可说 她又埋怨为什么活着这么难 连个讨饭的地方都没有 叫花子朝着她看了一圈 觉得她长得还不错 于是指了指花楼的方向 告诉她这个地方赚钱容易 妙哥站在花楼门口有了想法 还好吕乐及时出现阻止了她 妙哥很尴尬地跑进小树林 她的花言巧语 说得吕乐心服口服 吕乐又把她带回了家 妙哥拿着吕家的钱来客栈还给罗峰 可罗峰刚走不久 妙哥赶忙朝着马车追过去 眼看自己跑不过马车 随手拿了一个苹果朝马车扔进去 罗峰捡起苹果看着外面的妙哥 瞬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妙哥把钱还给了她 她告诉罗峰她在别人家当丫鬟 得知罗峰也没有工作 于是妙哥把罗峰带进吕家给她找了份差事 可是现在的吕家也入不敷出 罗峰为了能经常看见妙哥 她宁愿免费给吕家打工 这天他们在外面卖东西 吕乐来给他们送饭 妙哥打开盖子一看 又是馒头咸菜 妙哥一脸嫌弃 现在是什么时局啊 有这个吃已经很不错了 你不知道 外面有很多人连饭都没得吃 要啃树干啃树皮 一群漂亮女人身穿华服经过这里 引起了妙哥的注意 经过一番打听 原来都是给大王选的女人 要是被大王看中 不仅光宗耀祖 衣食无忧 还能荣华富贵享尽一生 妙哥跟着他们来到太尉府的门口 他问侍卫如何才能成为大王的女人 侍卫告诉他必须是名门出生 由组长推荐 妙哥想着自己的身体 只能失望地离开 这时侍卫叫住了他 让他准备五十两名字也一样的进去 五十两这么多 五十两换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值还是不值 我想你比我心里更清楚 你有三天的时间考虑 三天之后 他们上了路 就是神仙